嘿,哈喽,欢迎收听电影podcast第六集 这一集是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第一次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录的 因为在这之前全部都是远距离录音 我是反导工作室的John 我是Perry 今天终于就是当面跟John一起录podcast 觉得很开心 因为以前都用远距 其实我觉得要克服那个网路的问题 就是一个挑战 我在那边录音 我连那个网路 常常就是之前记不记得 我们有录到一半 有一段声音会不见 就我会听不到你的 或者你听不到我的 然后那就是网路不稳定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需要克服的高强 就是我们各自的录音设定 因为那个出来的音档 感觉听起来都不太一样 所以剪在一起就会感觉有点落差这样子 不过今天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所以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就是听众道歉一下 之前就是要处理这个音档真的是 因为John其实以前就自己有在录嘛 所以你算蛮熟悉这些 不管是设定啊 或设备的部分 相较之下 那我算是比较第一次接触 所以我在前面几集的那个声音来说 都会比较不稳定 然后有可能声音忽大忽小 然后甚至收不太到那种状况 那后来第五集应该是好很多了 对啊 就是慢慢熟悉之后 其实很多问题就陆陆续续解决掉了嘛 对对对 然后这一集因为就是John就在我旁边 对啊 非常放心的可以在这边录音 就是我自己因为现在用的是我的电脑 所以刚刚就 还有你的麦克风 对还有我的麦克风 所以刚刚就花一点时间稍微调整一下录音的设定 所以希望这一集最后出来的那个音质不会太差 对对对 这是千辛万苦特别 我们特别就是要碰面录音这也不容易 好 那最近有看什么东西吗 我其实昨天就看了二分之一的魔法 就我们上一次聊皮克斯动画嘛 然后我们就说到底二分之一魔法 有没有延期上映嘛 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说可能5月22会上 那确实在5月22上 那昨天就 因为这个在就是朋友圈面的评价都非常好 大部分都正面的 我还没有听到就是比较负面的评价 所以好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还不错 我要不要爆雷 可以大概讲一下 我大概讲一下剧情跟他值得去看的点好了 OK 我是觉得可以看 然后他当然这个套路来说也是非常的 皮克斯就是温情 然后就宿租亲情等等 就跟Coco也是宿租亲情 他们前面前面蛮多部其实都有这个这个概念 但是只是我自己蛮喜欢 因为怎么说 这部电影我在里面 就是好笑的地方 其实都笑蛮大声的 大概整个电影院都听到笑声 那最后结局也蛮催泪的 也就是说他兼顾了娱乐性跟 就是蛮令人感动的部分 然后以及他中间有一些比较刺激的部分 就是他会施魔法嘛 然后就有一些很危机的情况 所以说他的剧情大概是在讲 剧情大概就是 主角是妖精 那那个世界观是现代 然后但是那个现代的世界观里面 住了各种早期这种传说 这什么独角兽啊 妖精啊 那扮人马啊 那他们就说在古时候 就是这些奇幻的生物 他们都各有各的 就是像妖精会魔法 然后就是扮人马 这个跑步跑很快 然后小精灵会飞 只在现代 因为在古时候的人 就是台课就讲的故事 古时候的人觉得学魔法太麻烦太累 然后于是就发展了科技 然后大家觉得科技实在太方便 导致就是这种古时候的记忆开始失传 然后到了现代 大家都开车上班 然后就是扮人马就开车上班 然后觉得我可以开车 为什么要经跑 然后就搭飞机 然后小精灵都不会飞了 然后翅膀都退化 然后妖精都不会魔法 反正现在都有电灯 有iPhone 就是没有iPhone 有电话 就是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要 那主角是一个妖精 刚满16岁 然后跟他哥哥还有妈妈 三个人住在一起 那只是他爸爸过世了 在这个主角出生之前就过世了 那他这个主角非常非常思念 就是想要见到他爸爸 然后于是在16岁生日那天 就是他爸爸有留一个礼物给他们兄弟 那个礼物是一个魔法杖跟一个魔法师 然后说在那天念了咒语 念了咒语之后 就可以让他爸爸现身一天 然后陪他们全家 然后没想到 反正在施法之后过程有一些失误 就是他爸爸只变只有下半生出现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二分之一 下半生的魔法 只有下半生出现 然后他们为了想办法 把他的上半生长出来 他们就去寻找魔法师啊 然后去 对在这过程旅程中 就是有很多的挑战这样子 踏上奇幻旅程 对对这叫什么英雄之路吧 英雄的旅程 英雄的旅程 对对对对 对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是有一点点 你会觉得就是通俗 把辣那种感觉啦 但是他再怎么样 他是抓的也是恰如其分 就是你会想笑就想笑 如果你就是很直观的去接受他的话 你不要去 因为也没什么bug 但就是你就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通俗的卡通动画 但是就是好笑的地方 该好笑的地方好笑 该紧张的地方紧张 该感人的地方感人 所以我都觉得做了恰如其分 所以蛮值得去看 所以说虽然他好像融合了一些 意想不到的元素 不过整体处理下来 还是有一点走他们一般常见的那种套路的感觉吗 可能没这么套路 但是我觉得他在结尾 其实应该是有思考过 就我不爆雷啦 反正他那个结尾 我觉得他们应该一定有经过充分的讨论 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他不是一个 其实我们觉得一定会这样的结尾 但是也算是一个happy ending 我只能这样讲 对啊 这个也算是皮克斯蛮擅长处理故事的一个方式 就是他一开始会先设定一个故事的前提 然后会让你以为说 故事要朝哪个方向前进 结果演到后面的时候 反而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但是也不是一个会让人觉得太 就是该怎么讲呢 太过出意料的一个结果吗 大概类似这样子 反正台湾疫情算蛮稳定的 就是可以 对啊 去电影院应该是蛮安全的 虽然说现在戏院上映的芯片 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多 好像没几部 我在看没有几部芯片 大部分都重映 对啊 我上天两头就看到 有哪一部旧的电影要上映 什么阿基拉要重新上映 阿基拉也要重新 对啊 6月20几号 我看到6月12号是 深之行要重新上 还有像北非叠影 要重新上 这个也要重新上 这多久以前的电影 这个是1940年代的电影 超级久以前 不过如果说 有在考虑的话 我觉得北非叠影还蛮值得一看 就即使是到现代 这么旧的电影 看起来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沉闷 就它还是很感人 而且那个整个剧情节奏 还蛮 就不会到缓慢的程度 最近比较红的是那个 黑暗骑士三部曲 然后它不是全部重新上映吗 然后大家就为了 就是想要去刷 诺兰粉就想要刷 三部这 只是我听说他们在抱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就说他们排那个戏 排的电影的那个场次表 好像没有那种 就是马拉松式的排法 就是123 123没有 他们好像就是什么 222 然后1 可能好像只有一天有而已 然后就是 所以它不是说你一天去 然后就可以看完三部这样 好像要挑戏员 就是没有都这样 而且大部分都不是 不过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真的想要看马拉松的人 应该很少 很少 对 站在戏院的角度 当然是以哪一部 可能收益比较高 对 安排场是稍微多一点 因为其实三部曲 应该还是第二部最经典 希斯莱杰 对 因为有希斯莱杰 是的 但其实我只有第三集 这点有可能看 就是有那个谁 Tom Hodian Bane 对 对 我真的那一部是在电源看 122我反而真的没有 所以我本来有在考虑要去看 嗯 嗯 我会学Bane讲话 真的 你怎么学 对 Mr.Wayne Oh you think darkness is your ally I was born in it molded by it I didn't see light until I was a man 大概是那样子 不错 No one cared who I was until I put on the mask Will it hurt 等一下 这句它后面是什么 哦 它是讲什么什么什么 那就 For you 好 那不重要 对啊 嗯 Tom Hardy都演着戴面具的角色 好像我知道就是之前 好像有人跟诺兰讲说 为什么你每次找Tom Hardy来演戏 你都要让他 几乎都要让他戴面具啊 然后他们就说 哦 因为他是一个眼睛很会演戏 会演戏的人 的一个人 对 所以只需要一个眼神 你就可以看到他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情绪 对 我也是听你这样说啊 但是到底 其实因为没比较过 所以说实在 确实他在演的时候 对啊 蛮有感觉的 他在那个《疯狂麦斯》里面 他也是 大概电影有三分之一是戴着面具 然后他演Dunkirk也是戴着面具 都是麦克斯的 对 对啊 所以他其实真的还蛮厉害的 嗯 他不是在演什么 孟独 所以某种程度上也算戴着面具 好啦 必须要承赞 其实孟独里面 演技都还蛮OK的 对啊 我知道你就是 因为孟独都本来洗一杯 你知道我最近 最近还是有人 在我那个影片上留言说 啊不然你来拍啊 我就觉得很烦 这些人怎么可以一直骚扰我 都已经过了多久啊 已经两年了吧 没个梦独 真的很久了 对啊 好啦 算了不跟他们计较了 嗯 那最近我也有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好像Zack Snyder Cut 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样子 一堆人在分享说 Zack Snyder Cut 对刚好从那个 诺兰的屏幕下三部曲 可以接到这边 因为在 黑暗骑士 黎明升旗 出来之后 DC 因为看到漫威的宇宙 做得还不错 所以他们就有点 想要开启自己的宇宙 可是他们又不想像漫威那样子 就是 文扎文打 然后一个角色一个角色 慢慢介绍 然后 再拍 就是所有的角色 聚在一起的电影 所以 他们的那个步调 就有点冲得太快 所以像是第一部的时候 他们是 找诺安来当监制 然后Zack Snyder当导演 可是后来 那个整个DC电影宇宙 比较是由Zack Snyder 主导 那Zack Snyder 他在先前拍的电影 比较知名 大概就是 像三百壮士 或者是守护者 还有沙克通风 沙克通风也拍的 对 有有 这三部我都有看过 然后 所以说在 超人 钢铁英雄 蝙蝠侠 不是 超人钢铁英雄 这部电影出来之后 他就马上拍了 超人队蝙蝠侠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糟糕的决定 一出来角色 然后就马上 对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蝙蝠侠 当然你不需要 从头开始讲起他故事 你不需要重新 就让他爸爸再死一次 因为反正大家都知道 这个故事 可是你至少要先 就是让大众 对他有一点点熟悉程度 然后知道他是一个 就是这个新的版本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可是他们就直接 硬是想要把那个 超人跟蝙蝠对决的 那故事讲进去 那这个故事 他主要取材的对象 是1980年代的时候 Frank Miller画的一个 有点像是 蝙蝠侠的外传故事 叫做 黑暗骑士归来 他是讲说一个 已经年纪很大的 蝙蝠 蝙蝠在退休很多年之后 决定 就是因为城市又陷入危机 所以他就决定 就是取消退休 然后重新回来 然后反正他的故事 发展到最后就是 因为这个时候 超人已经变成一个 完全听命于 美国政府的一个 就是 骑子 政府走狗 那种感觉 对所以蝙蝠侠 因为跟他的理念 就是相左 所以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可是很显然 就在《蝙蝠下对超人》里面 完全对于这些故事的成分 没有截取 他就只有 他只想要用 就是两个人 干架的这个部分 所以 他们就需要硬是 就是找一些理由 让两个人会打起来 可是他们写的那些理由 又有点糟糕 所以那部电影 最后出来的时候 评价也没有说很好 那这就让DC 对于Zack Snyder的信心 算是打了蛮大的折扣吧 也就让原本想要 分成两集来拍的 《正义联盟》 被压缩成 只要拍一集而已 我觉得那真的是 大杂烩 我看完 对啊 所以 《正义联盟》里面 那么多角色 就其实真的 有好好介绍 大概就只有 超人 然后屏幕侠 是凭搭 原本就已经 对就是原本 已经对他的印象 然后还有神力与超人 在屏幕侠 他对超人的结尾 有稍微发挥一下下 这样子 那这个 两集被砍成 只剩下一集 也就造成 他们原本想要 用的那个故事 就没有办法 所以他 他原本想要 用的那个大反派 是一个叫 Darkside的角色 然后他算是 超人的一个 比较主要的对手 可是因为 砍掉了 所以他们只能够 用Darkside的一个 算是他的部下吧 就是有一个 像是他的 先前部队的一个 一个角色 叫Stabin' Wolf 中文是叫 荒原狼 对 那可是那个电影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就是快要拍完的时候 Zack Snyder 因为他家中 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他 女儿过世了 所以他就 需要回去处理 这个事情 那华纳可能是 看到一个 一个时机 对 一个可以 把他 赶出 决策核心的 一个机会 但是其实 你如果像漫威的话 我觉得漫威感 这些导演 很直接 不是吗 怎么说 他不是要换谁 就大概 舆论出来 就是 可是漫威 比较不一样 因为漫威他们 漫威他不是 由导演出道的 一个宇宙 他是由制作人出道的 是那个 Kevin Feige 对 Kevin Feige 对 而且其实 漫威宇宙 在前期也是 有一段 就是他们 在厘清自己的 形式风格的时期 所以 像你看 钢铁人2 那个时候 也是蛮惨的嘛 对啊 对啊 不过那个 那个是体外滑 所以说 他们 华纳那个时候 要完成 这一联盟 他们就去找了 复仇者联盟1跟2 的导演 Joss Whedon 来把那部电影完成 可是Joss Whedon 跟Zach Snyder 两个创作者 他们的风格 是完全不一样的 Zach Snyder 他是拍 广告出身 所以他是那种 视觉与会的 风格非常强烈 而且掌握很精准的 一个人 可是对故事部分 就相较没有 那么强 那Joss Whedon 他是在90年代的时候 靠Buffy the Vampire Slayer 这个影集 算是 迅速窜起的 一个天才型的 编剧 然后他 甚至某一个时期 还同时 当三个电视节目的 节目总统 这么厉害 对 非常丑 他真的很扯 所以 对啊 他这个人 出名的地方 就是他对角色 的掌握 还有对于 对白的 那个 创作 其实都还蛮强的 还有他对于 故事结构 这些东西 都很熟 可是他在 视觉处理这方面 就还好 所以你看 复仇者的时候 他的视觉 就会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风格 那种感觉 那 这也就让 《正一年萌》 最后拍出来 就感觉有点 四不相 因为他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好像 原本的故事 就整个被改写掉 然后有三分之一的片段 是整个重拍 然后是照着 Joss Whedon 改写的内容去拍的 所以 那部电影前后 就会有一种 好像 风格 自己在跟自己 打架的感觉 那 只是 我只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虽然 像你说 Zack Snyder 是做广告 然后影像为主 就是很会操纵 这种影像语会 那 Joss Whedon 是 比较会写故事 跟对白 只是 我觉得 正义联盟 我看的时候的感觉 是每个角色 精盈的 深度不够 就是有点 是好像太早 拍正义联盟 对啊 我觉得回头 就是说 不管哪个导演 Zack Snyder也好 或是Joss Whedon 我觉得问题 其实应该是 好像 有点是 赶压着上架 对啊 就是前面每个角色 都还没经营 就例如 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拍正义联盟 就有感觉了嘛 你看 神力理超人 然后水星侠 对啊 现在这个角色 每一个一个拿出来 都非常立体 这个时候 拍正义联盟 应该真的 就我觉得 随便再找一个谁 就是我去拍之类 不是啊 开玩笑 就是随便 一个导演 应该再怎么样 都有60分吧 就是 不会太差 就至少你有东西 可以发挥啊 因为你知道 这些角色 他们的性格是什么 所以 你在写对白 跟你在设计一些 剧情上 角色们会有什么样的冲突 你就比较有一个依据 可以去写嘛 对 而且另外一点是超人钢铁英雄上映到现在也已经七年了 可是闪电侠的电影都还没出来 对啊 闪电侠好像只有影集嘛 对不对 对 可是影集是另外一个平静 就不是这个宇宙的影集 对对对 虽然去年年底的时候CW拍的那个DC的电视宇宙的合作的那个算是 就是他们彼此跨到的那个大的故事线 里面就有点在暗示说其实电影宇宙跟电视宇宙他们是平行宇宙 所以他们是存在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因为他们会交汇吗 平行的不一定会交汇啊 就他在他有一集里面有一个段落有交汇 就是电影版的闪电侠的演员有客串电视版的那个节目 所以电视版的闪电侠跟电影版的闪电侠有共通到 因为闪电侠是唯一可以穿越时空的角色嘛 对对就是他是他是可以穿越平行时空的角色 对对对我记得这是DC蛮bug的一个角色 他DC很多角色很OP 可是闪电侠大概是里面就是可以说前几名OP的角色吧 对对对对 对他可以他的速度之快是可以穿越时空 然后改变历史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啊 虽然说漫威里面也是有蛮OP的角色 像飞红女巫 对飞红女巫 之类的 可是他都没有被好好发挥 在电影里面你没有办法让他太OP啊 虽然说他还是蛮OP的 可是只要就是他双胞胎挂掉的时候啊 还有绿巨人浩克是不是听说也很OP 对绿巨人浩克可以说是前几名强的角色吧 嗯 只是在电影里面就都 他的特 可是他有一个平衡的点啊 就是他很失控啊 嗯 虽然说现在他已经变得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能力了 可是这大概也就代表说他没有什么独立的故事可以讲了吧 嗯 对啊 要看啊 因为之前漫威一直没办法再拍浩克的独立电影 是因为他的独立电影版权还握在那个环球营业的手中 是哦 现在还是吗 现在我不太清楚 可能要查一下 嗯 对啊 反正 刚刚刚要讲的东西是 不好意思前面扑梗扑那么久 反正正英联盟是2017年出来了嘛 那在这之后就一直有一个算是阴谋论吧 就是说其实Zack Snyder已经完成了他的版本 可是因为华纳想要阴他 所以就不让他上他的版本 然后硬是把他赶走这样子 所以就有一个所谓的Snyder Cut 就是Snyder剪辑版的正义联盟存在 那这个传言就在网路上发酵了三年左右 而且那个Snyder他自己本人也有在那边煽风点火 因为就好像是去年 他在他的那个社群媒体的页面上就贴照片 是那个底片 然后上面写正义联盟 然后他就写着哦 已经完成了之类的这样子的话 然后反正就是他那个那个发文一出来 然后那些阴谋论者就非常的开心 所以后来就有一些跟整个电影产业比较熟的人 他们就开始猜测说 因为华纳他们接下来要开自己的串流平台 叫HBO MAX 那这个也很复杂 因为你知道有HBO GO跟那个 我不知道 所以HBO还有分 HBO有另外两个 他们自己的平台 可是HBO的母公司是华纳 那华纳他们想要他们自己的串流平台 可是他们想要 华纳自己的 对 所以他这个不是HBO经营的平台 他这是华纳经营的平台 那为什么名字还要HBO 因为是为了品牌的关系 是这样 对所以接下来HBO的那些平台可能会关掉 然后全部整合在HBO MAX 就是华纳想全部拿回来 然后由他们主导一个HBO MAX当作串流平台 对就是由他们自己主导那个串流平台 那他们为了应该是为了要炒新闻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决定真的让Snyder Cut存在了 可以借此当作一个新闻去推播出去 对所以目前听到的是说 目前以确知的资讯是他明年会上 而且很有可能是会被剪成六级的迷你剧集 那六级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刚好就可以撑两个月的订阅吗 大家就会付两个月的钱 对 这样才能够值回那个成本 因为他们好像还要在投两千到三千万美金去做hold制 所以很显然这个Snyder Cut根本就还没有完成嘛 所以那些阴谋论根本都是唬烂的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Snyder Cut然后可以释出 其实不是说什么已经有找高层看那个适应一代 因为你知道电影它并不是那种 一完成然后就完全完成 他们其实也会有很多草检的版本 然后很多时候是你如果没有钱或者没有时间去做特效的话 你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站位用的可能概念艺术或者是分镜图 或者是所谓的Animatic 就是用简单的动画去呈现你接下来后制的时候想要做出效果的一些片段 所以我相信Snyder应该是有自己找就是后制的人 或者后制的团队去帮他剪出他要的版本 或者甚至是有可能他自己剪的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很显然并不是一个真的可以上院线或者甚至是上电视去播出的一个版本 反正就是一个未完成品吧 对就是一个还不能拿出来见人的东西 但不是说他的完成度很低而是说就是还差一截这样子 而且因为后来就是在如果说先前的资讯都是正确的话 他其实有很多他想要拍的东西还没有拍完 所以那个2000到3000万美金可能中间还包括找演员回来补拍一些片段需要的经费 就是反正最终需要一个收尾 你还要很多补充的东西要处理 对啊 不过应该都是一些比较细微 然后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的东西 了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Zack Snyder Cut的这么的 在网络上这么多分享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算是事件吧 所以才让这个话题就是这么有讨论性 这样子 好你要讲讲一些你关于反正都是DC宇宙嘛 那你对DC宇宙的其他作品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吗 那DC是守护者想起来 守护者是 就他版权是D 他是谁的 提到守护者 这个也是他的历史也是有点复杂 好反正在1980年代的时候 DC买下了另外一件出版社就叫做Charleston Comics 然后他们就想要写一个故事 把那些买来的角色导入到DC的主线宇宙里面 所以他们就去找了那个时候很火红的一个 从英国来的漫画编剧叫Alan Moore 帮他们写一个故事 结果Moore的故事写出来虽然是很精彩 不过就几乎把你的角色全部都毁掉了 就让他们在其他故事里面根本没办法用 所以后来他们就提议说要不要把 就是那些角色全部都改成原创的角色 对所以后来那个整个故事就发展成 就是后来大家知道守护者这个漫画 所以他等于是改过那个角色 然后变原创DC原创 对他们就变成原创型的角色 不过你可以看出来说哪一个角色是在影射 哪一个另外一个角色 那你要看完原本的什么Alan Moore的 跟后面DC的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不是 他是从谁改出来的 他是原本是用那个Charleston Comics的角色 对然后才后来把它改成原创的角色 现在Alan Moore做得太烂了 Alan Moore改得太烂了 不是不是 他的故事写得很好 但是他会把那些角色就是写到 就是他们故事发展到最后是已经没有办法 再用在用在别的故事里面 没有发展性的 对就是把他们的故事全部都写完这样子 所以DC就想说自己重新 就他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几个编辑 他们想说好那我们就把它变成 发展成一个就是有点像独立的故事这样子 啊稍微讲 你知道守护者在演什么吗 大概 大概他大概就是讲 他其实守护者发生的宇宙 比较贴近我们现实的宇宙 因为他所有角色里面 只有一个是真的有超能力的 可是他就讲说大概在1940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些变装英雄出现 就是他们因为觉得 执法就是单位他们做的不够好 所以就自己跳出来决定来协助 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些装扮 然后去打击犯罪这样子 那后来这些就启发很多 就是第二代的就是变装英雄出来 也是继续打击犯罪 可是因为一些政治上的因素 所以在1970年代的时候 政府就禁止变装英雄 他们继续在做这些 因为像是就是私下执法的这些行为 然后后来在1980年代的时候 然后很多以前的变装英雄就莫名其妙 一个一个开始死掉 然后有一个叫做变脸罗夏的一个角色 他就对 Rorschach 他就怀疑这背后是有一个阴谋 然后他就开始调查这件事情 然后就发现果然好像不太对劲这样子 那个罗夏的脸不是那个什么测试吗 那个罗夏 莫字 那个心理测语 心理测语 对 就他那个面具是会 会那个图样会变形的 对 对 而且他们在电影版里面还有重现 其实会谈到这个也是因为那个守护者的电影版 是Zack Snyder拍的吗 对啊对啊 而且我觉得是早期DC 我觉得非常经典的片子 就是以前就是还 我觉得在Marvel出现之前 没有什么在关心英雄电影 像Maybe Me 我大概小时候只看过蝙蝠侠 哪一个版的 那个有极动人的那个是什么 独藤女极动人 那个Joe Schumacher的那个表演 我不知道那是谁演的 不是乔治克隆 不是 那我记得独藤女那一集是乔治克隆 那极动人 极动人 那一集呢 就是乔治克隆 对那我是看那个版本的 对啊 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好有接触电影 然后有玩具 然后就觉得 就我对独藤女跟极动人 反正这个非常非常有印象 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还有那支被独藤女灌起 奇怪的东西 那就是班恩啊 哦是哦 为什么以前班恩那么鸟啊 被灌奇怪的东西 因为他们 就是因为那一集 他有点被拍成给小孩子看了 那班恩 我觉得班恩在漫画里面有点太黑暗了 所以他们可能想说要把它弄得 可爱一点 可能吧 虽然也是讲得有点恶心啊 他灌了奇怪的液体 他那个药其实就是 他在漫画里面用来强化 他的肉体的那个药 哦 嗯 这样 这是早期看 然后后来 我大概大一点 大概大学的时候 我才看了Watchmen 嗯 然后就哇 就是 就完全不一样 你对这个漫画 这种英雄漫画 美国英雄漫画的观感 全部改观 嗯哼 因为 嗯 守护者是一本 非常非常特别的美国漫画 他算是一个 算是时代的分水岭吧 因为 他算是第一个 真的非常 有效的去 从写实的角度 检视超级英雄的一部作品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 就让 比较黑暗系的超级英雄 故事变得比较主流 可是因为 不是所有的 编剧都跟Alan Moore一样 是 有很多 就是 有读过很多书啦 然后知道要怎么写那种故事 所以后来他就有点 越走越歪 然后就变得像90年代 那种 就是为了要 让读者 就是 就纯粹是要让读者觉得 好像被惊吓 所以他们就开始写一些 乱七八糟的故事 像是那个超人死掉的故事先 诶 好像 好像有这个 对就是超人之死嘛 对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 比较一下对超人的 最后一小段 参考的那个元素 大概就是讲说 有一个 那个 从超人的母星 来 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怪物 叫做Doomsday 跑到地球来 然后超人就跟他对答 可是因为 Doomsday实在太强了 然后打不过 反正最后就两败俱伤 然后超人就挂掉了 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 其实 他们要写这个故事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要吵话题 然后要买漫画 嗯 然后 这整个故事发展 也是蛮莫名其妙 因为超人挂掉之后 就出现四个角色 然后每个人都说 自己是超人 哦真的哦 对 就是有一个 机器人超人 有一个 嗯 是年轻的超人 Superboy 然后有一个是 一个黑人 叫Steel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谁啊 天啊我忘记了 反正这四个里面 其中一个其实是坏人 然后反正最后 他们就要 联手把那个坏的打倒 可是打不赢 然后所以超人 就最后就揭晓说 其实超人没有死掉 他只是被 就是送回 他的那个 就是跟蜘蛛人 新宇宙啊 嗯 蜘蛛人 新宇宙 这跟蜘蛛人 新宇宙 很像啊 不是吗 没有吗 他只是蜘蛛人 变成好几个 偏情失控的蜘蛛 可是他 这不是平行宇宙啊 哦 我说概念感觉蛮像 然后最终一起打倒一个 他们没有一起打倒 没有 就最后就是超人 他 他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死掉 他只是在养伤而已 然后他就复活 然后就把那个坏蛋打倒 哦 是这样啊 嗯 没有像新宇宙这样 没有 他没有那么 他没有那么高明 就是他没有那么 因为感觉好像可以这样操作一下 对啊 如果说他们 就是 不是硬是想要写一个 黑暗的故事 其实以前呢 听说说什么 DC就是比较黑暗 黑暗面 然后Marvel就是比较 就是正向 然后就是打击犯罪 英雄主义 然后所以以前是说 看DC就是 看比较黑暗的就是DC的 然后比较就是 英雄主义的 就是正面的 就是Marvel的 其实其实漫画 其实漫威也是有一些 比较黑暗的东西 尤其是那个终极宇宙 里面也是有一些蛮黑暗的 尤其是终极宇宙 接近尾声的时候 被一个故事整个搞烂 然后那个故事里面就是很惨 就是一大堆角色都死得超惨的 有这个 嗯 就是大概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 漫威想说就是 因为他们角色都是1960年代的时候 创的嘛 所以已经有点过时了 他们想要翻新一下这些角色的起源故事 还有他们的一些角色设定 所以他们就另开了一个平行宇宙 叫做终极宇宙 然后所以对啊 里面就会像 就是2000年代的那个蜘蛛人电影 里面那个蜘蛛人 那个才就是原本就是这样 我想说后来怎么要装那个机器 那个机器才是原本的 所以原本其实是有机器 对 然后后来不是有一个在 在手把那个剪之类的东西 还是什么 就发射蜘蛛丝 你是说那个 不需要的机器 漫画还是电影 电影吧 是不是 你是说Toby McGuire 对 Toby McGuire 对 对啊 他终极宇宙 不过终极宇宙也不是 全部都是很鸟的东西 像那个蜘蛛人新宇宙的主角 Miles Morales 他最早也是在 那个终极宇宙里面登场 黑人吗 对 他是半拉丁裔半黑人 所以他其实也是 终极宇宙出来的角色就对了 对 因为终极宇宙演到比较后期的时候 就讲说Peter Parker死掉了 然后又出现另外一个蜘蛛人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就揭晓说 其实他是一个叫 Miles Morales的一个小伙子 就是新宇宙那个剧情 新宇宙的故事 其实比较是参考另外一个故事线 叫做Edge of Spider-Verse 他们有这么多很接近的 对 他概念其实都是从 好几个不同的故事线去取材 对 所以 这个话题其实可以谈很久 因为像我们刚刚谈到那个 比武侠队超人 比武侠队超人 有一部分是从 黑暗骑士归来取材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从 超人之死取材 可是黑暗骑士黎明升起 有一部分也是从 那个黑暗骑士归来取材的 就是因为一开始 比武侠已经退休了嘛 然后因为一些原因 所以他必须要 就是取消退休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 他们其实就是把 所有漫画出现过 然后我要拍电影 我就取一些有趣的部分 把它重新写成一个剧本 对对对 然后再重新拍成电影 可是你如果谈 蝙蝠侠这个角色的话 就最近的作品 其实几乎都是从 特定几本漫画取材 都已经取到 已经快烂掉了 就是蝙蝠侠元年 然后黑暗骑士归来 还有致命的玩笑 就这三个 这三个 就除了这 好像除了这三个故事以外 其他故事都不存在 所以他其实原本漫画 是更丰富 有很多其实值得 被拍成电影的 我觉得是啊 就 可是有很多 其实我觉得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大众的故事吧 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需要找一些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元素去拍 所以像 The Long Halloween 这种 那是什么 性质比较奇怪一点的故事 可能就有点难拍 他其实也 The Long Halloween 也是一个 比方下满经典的故事 他是讲说就是 在一年之内 每一个节庆的时候 都会有 一个杀人事件发生 然后 那个凶手都会留下一个 跟那个节庆有关的一个东西 当做他的 标记之类的 然后蝙蝠侠就要去 调查说 就是 那杀手到底是谁 可是都一直查不到 然后最后好像就揭晓说 其实 好像几乎每一集 案件都是不同的人 犯下的 是哦 对 就是我也很忘记 那剧情细节 不过 他是一个 很重 那个故事氛围 然后 走比较传统的 那种悬疑路线的 他跟蝙蝠侠 有关系 蝙蝠侠会出现 对啊 因为他就是 蝙蝠侠就在调查 调查 他是调查 你知道蝙蝠侠 蝙蝠侠他是 你知道DC 就是DC这两个字母 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就是早期那公司叫 Detective Comics 侦探漫画 然后 这样讲就 对啊 他们所有 就是他们漫画 都是有点像单元式的 然后里面就会讲 各种 侦探故事 然后蝙蝠侠 只是启动一个 他启动一个侦探 对 然后因为他很红 所以 最后他就变成 他们主要角色 那时候还有哪些侦探 现在 有变成主要角色 所以我就不知道 那就是 所以侦探 现在变超级英雄 对啊 因为后来就 这个真的要从 整个超级英雄 漫画的 发展史来看 因为蝙蝠侠他也是一个 每一个时期都 不太一样的一个角色 像是在 你如果看那个 Comics Code的时期 就是美国漫画 有在审查 那一段时期 他整个故事的雕性 就变得比较轻松 比较搞笑 有点像是 给小孩子看的那种感觉 然后也是一直到 1970年代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那个Comics Code的审查 其实根本一点 意义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开始 又重新写一些 比较黑暗的故事 所以当时美国在漫画 有审查 对 他有一个叫做 The Haze Code 然后就是会约束 很多各式各样的作品 说里面不可以出现 什么样的情节 是哦 对 像现在中国一样 可能没有像他们 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作品审查 对啊 对啊 就差不多啊 对啊 其实就是有一些那种 道德的要素在里面 就讲说 反派不可以获胜 然后里面不可以出现 什么杀人流血之类的 那种画面 或者是剧情内容之类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啊 对啊 差不多 那刚刚是 接下来 原本来讲守护者 不知道我想写到 那个 屏幕下 刚本来是要讲什么 刚本来是要讲 守护者吗 对 守护者 守护者 他的电影版 是Zack Snyder拍的 那他基本上 算是蛮忠于作品 就是说 有很多画面 几乎完全是从漫画里面 呈现的方式 版上大萤幕 但是 有一些还蛮关键的 就是一些调性上的转变 就让整个电影版 他的一些重点 好像就偏调了 电影有 Dr. Minhan 漫画也有 有啊 就是 我稍微讲清楚一点好了 因为在守护者 这部作品里面 每个角色 其实他们都代表一种 特定的道德立场 像那个智谋者 Ozymandias 他代表的是 效益主义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代表的 那个意涵就对了 对 就是他每个人 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立场 那像 Rorschach 就是便宁罗夏 他代表就比较像 义务论的道德立场 那像夜宵 第二任夜宵 就是 那个 Dan 他比较是 有点像是 一个 只是想要 帮助人的一个 理想主义者 但是后来因为 现实的因素 所以对于 整个 就是 不论是当变装英雄 或者是社会整体 都感到非常的失望 但尤其是对他 自己感到失望 所以他比较像是 从一个常人的角度 那像 Silk Spector 二代 他比较是从一个 就因为他妈妈是 第一代的变装英雄 然后后来 因为他妈妈想要 继续红下去 所以就有点强迫他女儿 继续接班 对对对 当他接班人 所以他有点是从一种 被迫接班 然后要 承袭母亲的 那个梦想 他是因二代 对 因二代 对啊 可是同时 就是他在 这些角色们代表 某一个思想理念的同时 他们也是 就是 是很有厚度的角色 像 电影跟漫画 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 电影版有点像是 把Rorschach 当成观众切入的 一个视角角色 有点像 有点像主角那种感觉 对 但是在漫画里面 他比较复杂一点 他是一个 很显然精神状况 很有问题 然后有严重暴力倾向 而且严重种族歧视 跟性别歧视 的一个 就是 其实道德上 也是蛮有问题的一个 可是很显然 我觉得 导演可能 比较喜欢这个角色 所以就稍微 帮他漂白了一下 对 为什么特别选他 当作观众的 第一视角去 我觉得因为他是 唯一一个 有在调查这个事件的人 比较好说故事 对 你比较容易 从他的视角 要不然 你如果从其他角色的视角 切入文化有点困难 而且因为那故事本身 他的结构就蛮特别的 就是 他其实 因为他讲说 这个世界里面 变装英雄 在现实中真的存在 所以 漫画就比较没有朝着 超级英雄漫画的方向发展 而是朝海盗漫画 那里面有一个 就是路人的角色 他一直都在看漫画 那那个 他在看了一本漫画的内容 就会跟 那个守护者的故事 本身穿插 而且是有呼应的 然后除此之外 他每个章节中间 都还会串插一些 跟特定角色相关的一些 算是补充资料吧 像 有集中一个是 Rorschach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心理医生 对他写的 那个分析报告 然后里面就提到 他童年 就是发生了什么 就是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 然后他是因为什么事件 然后决定成为变装英雄 等等 那另外还有 其他资讯 像是 第二代夜宵 他其实在一个鸟类相关的学术杂志里面 有发表文章 然后就 有收录那个文章内容 那你可以从那个当中去看到 他一些 就是他自己对于某些事情的想法之类的 然后还有像智某哲 因为他在现实中 他是一个公司的CEO 所以就有其中一份资料是在讲 他对于他们行销部门 对于某一个产品的 那个广告企划的一些feedback 然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等等 类似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也会穿插一些像 第一代夜宵 他在退休之后 就靠写回忆录成名 然后那个故事里面也有截录 他那个回忆录的一个章节 其实是很庞大的故事 他是一个 就他那个世界观超级缜密 而且很完整 为什么这个电影应该好好继续发展 怎么一集就没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他就是有头有尾这样 然后讲完就没了 所以不好发展 反而不好发展 对 就他因为很长 就是 电影也没有讲完 我觉得电影也没有 对啊 电影其实是省略很多很多 对啊 那他不如把这个电影拍个更完整 拍个三集之类的 他有剪一个终极版 是连那个海盗漫画那个内容一起剪 因为他们有做一个动画电影 然后他那个终极版 就是把所有删除的段落加回去 然后把那个海盗的那个动画也剪回去 所以长度好像 好像有快要到四个小时吧 反正很长很长就对了 可是我真的不太建议去看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太冗罪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形式 不适合入口啊 对就是我觉得还不如去看漫画就好了 因为那漫画才是 他本来就应该要有的那个形式 因为他里面有一些剧情段落发展的方式是 只能透过漫画的形式去表现的 你转换成其他格式的话 表现那个效果就不太好了 你有漫画 哦有啊 下次去你家看 好 不过是英文的 哦好啊 OK 是的 对我们之前有提到是不是 想要稍微讲一下那个蜘蛛人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去年曾经一度有新闻说 接下来蜘蛛人可能会拍不成 没错就是那个Sony跟 跟迪士尼的那个合约的纠纷 对 嗯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好 其实有一点点复杂 这个这个结果当时出来的时候 其实蛮两 两极的 一部分说 哦好 这样也好 然后一部分说 好像原本漫威铺的那个梗 就是 他没法收回那个负笔 对啊 哇 这是怎么回事 好 我简单讲一下 在90年代的时候 漫威因为快要破产的关系 所以他就把一堆角色的电影版权 卖出去 对 那我就不一一赘述 就是到底谁跑到哪里去了 反正蜘蛛人最后是跑到Sony的手中 对 所以后来 蜘蛛人的电影 一直到惊奇在齐位置 就是这两个系列都是Sony他们制作的 嗯 那可是惊奇在齐是因为 为了不要让那个版权 离开他们手中 因为他们如果不使用那角色一段时间 那版权就回归Marvel的手中 有这条合约 对对 所以惊奇在齐有点是 就是用一下 对对对 就是硬凑拍出来的 那种感觉 那因为惊奇在齐第二集评价不是很好 再加上 后来Sony他们不是被骇客入侵 然后就他们内部的那高层email 全部被公开吗 然后就发现他们 他们觉得蜘蛛人这个角色状况好像不太妙 然后漫威就有点趁虚而入 就跟他们提了一个合约 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用这个角色 因为我们想要让他在漫威的电影宇宙里面 然后因为他们有 就是有那个泄露出来的email当资讯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有办法让Sony接受他们的合约 不过有一部分也是因为那合约内容实在是很扯 他合约就是说 Sony负责出资 就是说那个电影的制作费是由Sony出的 对 可是他们保有角色版权 而且电影所有的收益全部都归他们 然后漫威只拿那个周边商品之类的 说只拿有点奇怪 因为周边商品通常才是比较穿钱的 对啊 对啊 那这个合约其实对Sony来说算是还蛮划算的 因为他们根本什么都不需要做 就几乎是躺着赚嘛 因为漫威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拍过亏钱的电影 只是Sony要出钱的 对啊 只是漫威都蛮成功的 就是你出钱拍都赚了 对啊 所以说这件事情对Sony来说就算还蛮不错的合约吧 可是在蜘蛛人离假日之后 迪士尼就想要重新领合约 因为你知道蜘蛛人离假日赚了超过10亿美金 我不知道 真的哦 对 超扯的 那你想想看 你花两千 你花两亿美金 然后票房有10亿美金 所以都是归Sony 对全部归Sony 那爽 对啊 Sony超爽的 那迪士尼想说 啊靠 这东西全部是我们拍的 那我们当然要多一点钱啊 可是照理来说 就是他们当初签的合约就不是那样子嘛 所以他们现在想要重新谈 是有一点不太后道啦 这是我个人感受 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那所以在那谈判过程当中 迪士尼就有一点 来阴的 就是他们就把那个谈判的过程泄漏出去 故意泄漏 对 就至少 这我们没办法证实 但是可能性非常高 你怎么知道 因为 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泄漏出来 对迪士尼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而且实际上最后的成果 也是有一点那样子 就是说大量的粉丝就开始涌入 Sony那边这样施压 说你们可以这样子啊 你们可以对迪士尼做这种事情 可是其实根本就不是迪士尼 就是根本不是Sony对迪士尼做什么 是迪士尼他们想要重新谈判 对 然后这件事情就 让Sony就是 不爽 对不爽 然后他们 幸亏硬了 他们就有一点来硬的 就说好 那就拉倒啊 不拍啊 所以就有一度就是谈判似乎要破局 然后后来是因为好像Tom Holland 就是我们饰演蜘蛛人的那个小弟弟 荷兰帝 对 他有稍微求情 才让 Mr.Stark 对 然后才让那个第三集可以拍得成这样子 是这样子 对 所以后来他们又签了新的合约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 迪士尼好像会出四分之一 自己的制作费用 嗯哼 嗯哼 然后原来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买龙去买是这样子 是的 啊 虽然解了一个谜 嗯哼 这样子吧 嗯 我们现在的状况好像就常会遇到说 就是不知道他要聊什么话题 然后就要早很久这样子 那我们当初一开始在 开这个podcast的时候 是有点想要抄袭Sardonicast吗 对对对 那Sardonicast他们每一集都会出 有点像出作业 就是说这集要先看什么电影 然后下一集 回来讨论 对 其实我们上一次做的那样蛮成功的 对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归那种形式啊 好啊 可以啊 那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的电影吗 嗯 我本来是想说趁这个时候推荐一些香港电影来看 只是我不知道你是香港 因为我也没有这么熟 但是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可以切入像 例如王家卫啊 嗯 例如 呃 谁啊 周星植 其实周星植太多 我不会想要讨论这个 嗯 但是但是我是觉得应该蛮多 因为这个领域真的是我比稍微比较不熟的 我应该来研究一下 嗯 对我对港片也是比较不熟悉一点 嗯 嗯 不是说 那个之前他们有一部电影被中国禁吗 那哪一部 十年 啊十年 对对对对 要来讨论十年 好可以啊 我们来看这一部 好好好 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讨论十年 OK没问题 好 那 这一集 欢迎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没有 到底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都要就是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是因为 有通知 对 因为现在有的时候你 如果订阅太多东西的话 他其实 他不会通知 对他不会通知 哦 了解 所以你想要特别关注哪一个频道的话 就最好开一下小铃铛会比较保险一点 然后我们还有上Apple Podcast跟Spotify 然后现在到底想办法接洽 上案 让我们上 嗯 就不知道上案会不会让我们上 就是太小咖了 我看有人就是 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Podcast 自动被上到上了 因为他们大咖 哦 小咖 就我们的咖比较小 我们是比较小的咖 好 那 也可以 就是反正你在哪个平台上面 听的话就 帮我们刷一下评价之类的 留言给我们的 我觉得留言不错 哦 也 欢迎 就给我们一些feedback 不论是跟我们讨论 我们讨论的内容 或者是 要问我们一些问题都可以哦 好 今天就这样 好 拜拜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